詞曲 李宗盛 非常感謝主 感謝神能夠讓我們能夠在暑假期間 能夠一起來參加學員聯會 也感謝我們的辦務 我想在之前的預備工作 要花非常的多 這個當中還要備課 還要有行政工作的一些事項的安排 前面還有小組長的一個訓練 也感謝我們在座的每一個大山的同學 我們能夠在暑假這個期間 我們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但是我們卻選擇來參加我們的大專班 我在這邊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同學 為什麼傳到一開始要這麼講 也跟大家稱呼為童工 我最近我常常會喜歡分享這個概念 我總覺得在信仰裡面 我們真的要把握在人生每個階段裡面 能夠被神造就的機會 我們都是與神同工的同工 我們都要珍惜在屬林當中的一種造就的氛圍 我們來看一段經文 我們來看哥林多前書的第三章 哥林多前書我們來看第三章的第九節 我們一起來讀 哥林多前書的第三章 我們來看第九節 好 看到了嗎 一起來讀 九節請讀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 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有時候在讀這個經文的時候 因為我們很少讀經會把前後文真的很認真 把它看一遍 我們常常就翻了與神同工 我們就一直在發揮 這個翻了很多的經文 我們是跟神同工的 但是從這個前後文裡面 你們知道我們為什麼是與神同工嗎 我們憑藉的什麼能夠與神同工 神在上 我們在下 神是全能的 我們常常是什麼也不能 那我們知道同工它是一個同行的 這個同工也是能夠彼此幫補的 那我們憑藉什麼要與神同工 什麼樣的事上我們要與神同工 兩件事 我們來看第一件事 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 第二件 你們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你看得懂嗎 不知道大家常常讀這段經文 你真的看得懂嗎 我們要與神同工在這兩件事 我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 我們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很多過去的經文 我們讀過了就帶過了 那你真的知道它在講什麼嗎 為什麼稱呼大家同工 因為在這個世上我們都是與神同工的 那第一件事我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 我們要在這個世上能夠與神同工 所以我為什麼講說我們都是同工 也感謝我們的同學能夠把這個時間 大專班的時間真的就是來參加 那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是提供了我們的一塊新田 所以我們在這個大三班 我們在這幾天的一個學習 每一個老師就像一個農夫一樣 不斷地在我們的新田去撒種 那這個撒的其實都是神的種子 所以我們今天要與神同工是 我們願意把我們這塊新田 能夠讓神來耕耘 這個當中我們會要做預備 怎麼預備 我們要把土弄鬆 第二個我們要把裡面的石頭給除乾淨 第三個我們要把裡面的荊棘給除掉 如果這三樣我們沒有辦法做得到 我們在這個地方就沒有辦法跟神同工 所以我總覺得聚會也是一種聖功 你知道嗎 你沒想像一個傳道人在前面講道 卻沒有信徒的時候 你說傳道講道也是做聖功 坐在誰的身上 坐在我們的身上 那我們今天聽道裡也是怎麼樣 也是做聖功 那為什麼講聽道也是做聖功 因為我們願意把我們的新田 能夠帶到神的面前 讓神藉著我們講道者 透過主的道 在我們的這個新田裡面去撒種去耕耘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這個當中去查看自己 到底我們存在的石頭是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從小信仰性到現在 我們常常都在懷疑神裡真的存在嗎 真教會真的是唯一得救的教會嗎 我們一直存在那個石頭 如果沒有透過禱告把它擊碎 這個種子再怎麼摘下去 它永遠遇到石頭就怎麼樣 就卡住了 底下遇到石頭上面遇到日頭 雙面的夹殺 它就會死了 我們發現很多的學生 當然甚至有些人都不參加大專班 甚至有些人遇到了婚姻工作 可能在大專期間信仰非常的好 後來怎麼樣 後來信仰就沒有辦法維持 我們一定存在的那個石頭 那個石頭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你對獨一真教會 為什麼你對整個信仰 你還在這個年紀裡面提到 神啊你真的存在嗎 你真的與真教會同在嗎 我們真教會真的是得救的教會嗎 如果你的問題還在這個盤旋 代表你的心中的石頭一直是存在的 第二個就是你的土太硬了 我們根本無心在這個地方 反正是跟同學來的 反正無聊沒事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因為昨天剛報到 今天是第一天 傳道覺得我們要調整我們的心態 既然都來了 我們要願意把這個心田提供給神 就是把這個土弄送 所以這個農夫不可能在硬土裡面 直接去撒種 一定是怎麼樣 先鬆土 鬆土之後把種子埋在土裡面 所以我們要把神的話怎麼樣 埋在土裡面 埋在我們的心上 你的這個種子才能夠往下扎跟向上結果 這個日頭的出現 其實對這個種子是有正面的幫助 常常日頭是出於神對我們信心的考驗 問題不在於日頭 而是在於我們的石頭 我們一定要在信仰的過程當中去取出我們的石頭 如果真的我們在信仰當中還有很多的疑問 趁著學年會多問傳道 上次有參加過神訓班的選舉手 你會卡住 甚至你會信不下去 好 那第三個就是荊棘 我們這個世代太多的荊棘太複雜了 我們什麼不談 手機就是我們最大的荊棘 對不對 早上一張開眼睛 先滑一下 晚上睡覺之前再看一下 這個不知不覺時間就三十分鐘一個小時 我們讀經連讀五分鐘都覺得 這個好長 祷告都覺得好奢侈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的石頭 這就是我們的荊棘 所以我們今天是與神同工 我們就是把裡面的石頭 雜草 荊棘把它除乾淨 所以我們要與神同工 可以嗎 同學 聽得懂傳道在講什麼嗎 OK 所以如果我們來的心態還是很浮躁 還是覺得說外面的世界比較好 傳道是希望說我們把土弄鬆 很安靜的花一些時間 既然都來了 那試著在信仰裡面把自己帶到更深的地方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才是很多 我們在這個現實的社會裡面 我們所得不到的一種滿足感 是能夠進到與神非常深的靈交裡面 那第二個我們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我們的信仰就好像蓋房子 這個蓋房子的材料當然都很重要 但是地基更重要 我們到聖經裡面 主義書特別用兩等根基的比喻 還記得嗎 雨著的人把房子蓋在哪裡啊 沙土上 聰明的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哎呀傳道這個太簡單了 我們從小 所以那些就在講了 那你真的知道他在講什麼嗎 我們今天在很多的人生 我們就好像在蓋一棟房子一樣 那你的基礎到底在哪裡 我們這個功利主義 我們知道其實很多現在讀書 已經不是在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教什麼 怎麼樣能夠賺大錢 很多的科系不是在講 怎麼樣為社會扶持 最近的半導體業好像比較好 這個以後這個年收入可以破多少 如果今天我們在整個信仰生活裡面 包括我們的整個人生價值觀 就像蓋房子一樣 如果你的基土是蓋在沙土上的 你就是為了世上的名利 地位還是財富 其實這些東西都怎麼樣 都會過去的 都會過去的 搞不好一個金融海嘯也好 最近我們看這個股市大跌 跌到什麼都漲停還是怎麼樣 跌停板各方面 你看很多人在一夕之間 我賠了好多的錢 所以這個東西它都會過去會流失的 所以我們重新來到大專班 也重新怎麼樣思考我們的地基 你的地基是不是真的建立在 耶穌基督這個磐石上 還是建立在男女的關係上 這個關係 這個女朋友男朋友不要我了 我今天我的命也不要了 還是今天我的讀書考不好一次 我覺得我不想活了 這個地基我覺得都是會怎麼樣 會流失的 不是不重要 而是你要把更重要的地基 建立在基督這個磐石上 所以我們要與神同工兩件事 把這個事放在你的心上 第一個 在人生的每個階段提供神一個良田 能夠讓神透過神的功能去耕耘 去除草 去除石頭 拔土弄鬆 第一件 第二件事 就是重新在我們人生的地基當中 不要容許自己活在那個會流失的基礎上 而是建立在基督耶穌的磐石上 OK 這個時間怎麼過得很快 放一下就十四五分 可以跟同學約定一下嗎 我們本來有下課對不對 我可以不用下課然後到十四五分嗎 那後面大家有十五分鐘的下課時間 OK嗎 可以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 哇傳道我好像要上個廁所 你就請便可以嗎 好 我們來看 這個圖的合照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在2021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大專班沒有辦法開 怎麼辦 那時候就是有線上的領恩會 有聽過嗎 有沒有聽過 那時候選個班級 因為那時候疫情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幾個傳道人 我們都在那個總會的七樓 所以後面我們就這個大合照 這是一個蠻經典 還有蠻值得讓人回憶的事情 我記得那時候為了補足 我們上課的缺乏 我們那時候是中區的大專輔導傳道 我們就找了二十幾位 我們當中還有一些同工也在 去協助每一堂課裡面主制稿 把每一堂課的內容把它打上去 後來我們就出了一本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有需要可以找我 我可以直接把檔案給你 沒有版權的 那時候我覺得還蠻珍惜 就是說我們雖然沒有辦法來參加 實體的領恩大專的學生理恩會 但是其實大家在螢幕上 在家裡面的學習都非常的認真 所以這個也讓我們知道說 原來不是每一年我們覺得好像時間到 我們就可以來到這個不管是總會也好 台中教會也好參加大專的學生理恩會 有些時候在一個不可控的因素裡面 也或許有一天我們不這麼自由的來參加聚會的時候 這時候就是要我們自己 能夠來建立我們自己的讀經 還有聚會的一種新習慣 那其實在最近真的感受到這一段話 彼得前述的四章第七節說萬物的結局近了 所以你們要謹慎自首 謹形禱告 我們可以從最近的整個氣候的軟化變遷 造成了很多的氣候的災難 而且每一次都在破紀錄 而且地震一次比一次更大 一次比一次頻率更頻繁 所以最近其實我們在台灣相對 當然我們只有地震跟颱風 當然颱風在中區好像比較沒有受影響 上次神訓班結束 有沒有人回不了家的 舉個手一下 上次神訓班結束沒有辦法回去的有沒有 我看有幾個好像路都斷掉 都在住花蓮的 本人要提早回去也不用回去啦 為什麼因為路斷掉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人生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我們現在有人在講 氣候末日 如果你Google上一下 我們剩七年可以改變這個局勢 過去在十年前 有人提到正負二度系的嚴重 但是到了十年後 我們已經上升了兩度 我們現在整個氣候 已經造成一個不可逆的現象 有專家提到 我們如果再不積極的改善 我們剩七年可以挽回 如果我們的溫度降不下來 如果已經上升到四度 將來我們看氣候會造成我們極大的災難 也是人類要瀕臨滅亡跟末日的時刻 那其實聖經老早就告訴我們 這個末日一定會來 可能是我們這一輩 可能是我們的下一輩 也可能是我們的子孫 但是這日子一定會來 萬物的結局 靜了指著世界末日 靜了就是在眼前 終點 謹慎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時代 更不要糊塗 謹醒就是清醒專注 要求主祷告 要仰賴跟依靠 所以我們越到末世 其實末世裡面的誘惑會更大 所以我們真的要求主保守我們 在這個末世的每個階段的學習都要把握 所以我們要立志一定要參加大事的學員聯會 最起碼的 如果你已經參加神訓的 也其免能夠參加到神山結業 那其實一點一滴的道理 或許我們上完課就忘記了 但是每當我們遇到了很多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時候 或許就是這麼一堂課 這麼一句話 這麼一段經文 在我們的禱告無助的時候 它就顯現出來 去引導我們在人生當中的十字路口 不知道怎麼做選擇的時候 搞不好無意間回去了 你放放筆記 哎呀 很感謝主 過去的筆記這麼完整 我記得上次因為沒有神 有神醫的嗎 這次有沒有參加大300有沒有神醫的 有齁 你們的筆記讓我非常感動 你們的筆記我足足看了兩天嗎 我流了好多眼淚耶 哇 我發現喔 你們寫的筆記比我講的還要好 我看了真的要流下眼淚 非常的感動 原來你們非常的用心 如果參加神醫的那個新約概論 其實也不是新約概論 幾乎把這個旧約新約都講過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使命 好 我們這幾年我們看見災難的頻繁 我們覺得這個末日是非常的寧靜 越臨近的同時 越是我們追求信仰的時刻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身處在一個末世的階段 要知道神在我們生命當中救贖了恩典 更要知道最後的時刻是我們要警醒 在這個末日裡面 我們要做出最好的預備 所以在羅馬書的13章11到12節這麼講 黑夜與生白昼將近 我們要趁早醒起 因為得救 現今比出現的時候更近了 那這是兩千多年前保羅所寫的 如果那時候已經近了 約翰說已經在門口了 那現在在哪裡 一定是更近了 所以神看 例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所以這個神的日子不在人的計算裡面 但是神說 祂的日子好像賊來到一樣 不是你可以知道的 人照常的吃喝嫁舉 神的日子就來 好像挪亞時代 好像羅德的時代 好 所以這個日子 連天上的死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子有父知道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不知不覺的日子 神就來了 好 所以我們知道在挪亞時代 神透過一支方舟使全家得救 末後神也預備了一支末世的方舟 就是獨一的真教會 來拯救神的兒女 所以聖經裡面提到 挪亞日子怎樣 將來人子的降臨也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常常在看 這個挪亞洪水的日子 你會發現可以有很多的對照 包含了當時的挪亞在蓋方舟 所以他傳遞到傳了多久 我們可以抓到聖經的脈絡的年代 是一百二十年 神給他們這個寬容的時間 當時的挪亞在做什麼 當時的挪亞在聽神的 吩咐命令來蓋方舟 蓋了這麼長的時間 傳了這麼長的義道 但是沒有人相信 最後死中的只有他們一家八口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傳福音 不管得死不得死 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知道得救的人絕對是少數 在前的不要在後 在後的必要在前 那這一段話其實對我的衝擊很大 我回頭看這些過去帶領我們 在信仰成長的這些老師們 我回頭一看好多人都不在教會了 甚至離到了 這是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們過去是如此的教導我們 如此的有信心 可是如今他們不管是受到了什麼樣的衝擊 可能是病痛 可能是情感 可能是婚姻 不管怎麼樣 卻發現一個一個的流失了 慢慢的我們在成長當中 你會遇到這樣的衝擊 所以我們也自我其勉 不是今天當傳道就有得救的把握 我們每一天我們都要努力 有可能在前的會在後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一直覺得我們在前 一直要覺得我們在落後 你們知道在跑步的時候 通常有人厲害的 他不會直接跑到第一名 他會怎麼樣 大概會保持在二三名左右 因為一旦你在第一名的時候 你沒有目標 你很容易被人家追 而且你的體力 你的整個這個 節奏 你沒有辦法抓到 所以都有一個陪跑的在旁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跑步 所以當我們知道我們主在落後 我們就一直會往前走 當你覺得你是第一的時候 是最危險的時候 因為你可能在這個當中 你會失去精神 好 好 獨一真教會是聖經的真理 更是神的預備 我們看聖經裡面 用很多的狀態去提到 得救教會 當然過去裡面 它不是用教會的形態 比方說 在挪亞時代的一支方舟 到了立位祭裡面 神頒布律法的一個會幕 到了主耶穌親口所說的一個羊圈 我們強調都是一個 那其實談的方舟 談的會幕 談的羊圈 還有一個共同點 只有一個門 你不覺得很特別嗎 方舟只有一個門 後面這個門誰關的 神替他們關的 那會幕為什麼只有一個門 很特別 只有一個路口 那第三個 羊圈只有一個門 那這個門不是真的門 羊圈的門 其實就是牧羊人所 晚上睡覺的地方 所以羊出來 一定會經過他的身體 狼進去一定會經過這個門 所以當時的這個牧羊人是很辛苦的 第一個防備羊流失 第二個要防備狼進來 所以他就睡在這個羊門 沒有門 而是牧羊人 他側夜 這個睡覺的一個地方 好 所以這個都預表了一個得救的正教會 而且是獨一正教會 我們必須從聖經裡面去理解這個真理 我們要先相信獨一正教會 那我們就要看哪個教會真的是符合這個獨一的條件 所以獨一正教會絕對是聖經的真理 這是我們要相信的一支方舟 一個會幕 一個羊圈 好 我們來看主義書 在約翰福音裡面特別提到 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吃 盜賊來無非要偷窃殺害毀壞 我來了 要將羊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豐盛 我就是門 你不覺得主義書講這一段 讓人覺得很抽象嗎 主耶穌怎麼會是門 好像耶穌說我就是道路 耶穌怎麼會是道路 那這個路是怎麼樣 過去一天樂園 人犯罪之後 神就把這個路給封住了 用轉動發火焰的劍 把守這個道路 派了兩個基督婆天使 把守這個道路 所以要進去是要見血的 那這個路已經封住了 但是主耶穌他是道路 他透過他的流血犧牲 打通了這一條路 所以他就是道路 而且是唯一的道路 他就是門 唯一的門 這是主耶穌特別說的 所以提到羊圈 我是羊的門 所以他講的這個羊圈 講的就是他的教會 他就是門 這個門就是方法 這個門就是門路 一定要透過這個門路 透過這個方法 後來主耶穌又講 約翰飛的十章第十六節 我另外有羊 不是這圈裡的 我必須領他們來 他們要聽我的聲音 並要合成一群 歸一個牧人 所以可見 除了這個羊圈以外 主耶穌還有另外的羊 但是沒有成立第二個羊圈 而是怎麼樣 我要把這些羊 領到一個羊圈 歸一個牧人 一個牧人 只能夠守住一個羊圈 所以主耶穌也只有一個羊圈 所以主耶穌所預備的 也只有一間得救的教會 可以理解嗎 我們今天不再用 所謂的人的思維 你要回到聖經的真理 來去看這樣的一個事情 主的羊圈另外有羊 怎麼辦 主耶穌說我要領他們來 他們要聽我的聲音 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之後外面的羊 要進到這個羊圈裡面 所以這是原本的羊 後來就是另外的羊 後來都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我來講一個見證 你們認識文以莊姐妹嗎 她其實應該算是台中教會的 她的母親在前幾年 我那時候注目在台中的時候 過世了 因為她都住在德國 她是一個聲樂家 她是一個聲樂家 因為她母親過世 她的父親是軍人 就站在那個彰化的公墓 所以在松山辦商禮 然後在這邊辦那個安葬路鍊 是我過去的 那我後很早以前 我就看見她的這個信主的見證 所以他們家族的信仰也是從她開始的 那從她這個見證 我的衝擊非常的大 因為她過去也是一個不認識神的 她過去也是一個在外交會聚會的 那她為什麼會來尋求這份信仰 她的主題是我看見她 而且這個不在聖禮月刊 是在青年團契的那個刊路 我們知道以前 我們有聖禮月刊還有青年團契 後來就變成了一本 以前的聖禮月刊本來 現在越來越飽 它是有兩本 好像還有一本忘記了 三個變成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看到聖禮月刊 那我在高中期間還是讀了大專 我忘記了 我看她之後 我就深深地把這個見證記在腦海裡面 甚至有一天 我們Google 這個你去上網 檔案都看得到 如果你真的要了解 她裡面的一些信主的過程 我們可以你去上網 你去打無影裝 我看見她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 她從小其實家庭環境都不錯 她的母親也是個老師 其實她在成長過程裡面 也給她一個比較優渥的生活 所以她從小就學音樂 那一直到她二十多歲的時候 她突然發覺 這個人生好像我不像同學一樣 過得這麼坎坷 我過得這麼樣的平順 可是在平順當中 她除了思想 這是我的父母親把我養育長大 她感受到背後有一股力量 一直帶領著她 她也知道說這一路走來 都有這個力量扶持她來帶領她 雖然她不知道這個力量從哪裡來 她就不但去探求 她後面用一個字 更能夠來形容這股力量 後面她用神這個字眼來形容 所以她心中產生一種敬畏的心 她說世界上一定有神的存在 那如果真的有神的存在 絕對不是區域性的 而是涵蓋著宇宙萬物的 那既然有神的存在 她一定是創造著宇宙主宰萬物的 因為她從這個點裡面 就去思考 就想到一定有這麼一位神 於是她就到了很多不同的宗教的領域 來探求我要去哪裡尋找神 後面她在基督教裡面 從聖經裡面她覺得 是最符合她心中所要追求的神 於是在台中的某一個教會 她就接受了洗禮 當然不是按照我們教會的洗禮 她在外教會 她這個牧師也很會講到 很有吸引力 這個教會裡面的氛圍也非常的不錯 那有一次她後來就到德國深造去讀書 後來她就認識我們教會的姐妹 後來因為她 德國那邊沒有她原屬的教會 於是這個姐妹就了解 她也是基督徒 就介紹她來到我們這一處教會 她到這一處教會 她就覺得說 我們教會是更符合聖經的真理 她每次禮拜五 因為他們學校 離海德堡教會很遠 他們都要坐三個小時的火車 所以他們是禮拜五下課之後 他們就坐火車晚上就睡覺會 然後來參加隔天的安息生日 結束再坐火車回來 就這樣經過了很長的時間 後來很多人鼓勵她 你可以來接受洗禮 她什麼道理都可以接受 就是沒有爸接受洗禮 她總覺得我們都是爸一樣的耶穌 我們都是看一本聖經 為什麼我來到正教會還要在洗禮 這個傳道怎麼講 她就是不願意接受 傳道犯了很多的經文 她的心門就是沒有爸打開 她覺得我們的心眼不要這麼狹隘 我們今天都是新耶穌 我們都要接納不同的宗教 因為我們都是新耶穌的 我們的耶穌是願意萬人都能夠得救的 當然也知道很多的經文 所以她就堅持不要 反而覺得說 傳道一直鼓勵她 她覺得非常的反感 後來傳道講到後面就跟她講說 不然你自己問主耶穌好了 這樣我怎麼講 你都講不通 你問主耶穌我要不要在正耶穌教會裡面洗禮 她有一次剛好 教會裡面辦那個兩天的靈修會 就在禮拜六下午 後來有一個比較長的禱告的時間 後來在禱告裡面 她真的把這個問題帶到神面前 就問主耶穌怎麼講 主啊 我真的要來到正耶穌教會洗禮嗎 難道只有正教會是得救的嗎 我過去洗禮 難道沒有涉罪的功效嗎 如果我真的要在正教會洗禮 求你讓我知道 我真的要在這裡洗禮嗎 非常的奇妙 就在那時候的禱告 她就看到異象 她就看到有一個高高的人 就走到她的面前 哇 她穿的衣服非常的潔白 她穿的非常潔白 後來就走到她的面前 那她一下子 她這個當中 她就認定這是主耶穌很奇妙 她就認定是主耶穌 她一下子變成孩子一樣 在主耶穌面前暢遊 暢示給主耶穌聽 一方面問了很多她不懂的道理 後來在這個當中的氛圍 她覺得非常的喜樂 她在這個不自覺當中 她就受聖禮 那受聖禮之後呢 後來傳道就敲鐘了 可是她一直在禱告 抱歉我喝個水 她就一直在禱告 後來傳道就問她 她說我看到異象 後來她就來到前面做見證 她就把看到的異象 跟同學去分享 那當時有很多的目道者 也還沒有受洗 聽了這個見證 非常的感動 於是就要求傳道了 我們要再禱告三十分鐘 原來神一直在這個地方 這個溫姐妹能夠得聖禮 我們要得聖禮 那沒想到他們又禱告三十分鐘 那接下來禱告沒有多久 她又看到異象 她又看到主耶穌出現了 這時候主耶穌就牽了她的手 她說就像小孩一樣看著主耶穌 她就問主耶穌說 你要把我牽到哪裡去 一句話也沒有說 於是就走到一個地方 原來是走到河流旁邊 她說那個河流非常的穿激 水流非常的大 於是主耶穌就用手指 比著河流跟她講說 孩子你要去受洗 孩子你要去受洗 這個當下她看了主耶穌就點了頭 她搞不清楚狀況 為什麼耶穌指著河流說 孩子你要去受洗 那沒想到講完之後 這個意象變成另外一個意象 她就看見主耶穌被定十字架 這個當中她的內心覺得 哇這個畫面跟前面畫面 有太大的落差 她心中覺得非常的激動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她就看見耶穌被定十字架 非常的憔悴 耶穌的整個身體被打成稀爛 耶穌的頭帶了緊急的冠冕 流出的飽雪 他說主耶穌你怎麼那麼傻 我們人類犯罪 我們應該承受我們的罪 如果真的一個犯罪 要替一個人頂罪 也不應該用這麼大的苦行啊 就算是需要 也不應該是為我啊 她就想到這個地方 她就覺得非常的自責 也非常的感動 主耶穌你怎麼那麼傻 後來主耶穌在十字架 就看著她對她講說 孩子你要去受洗 孩子你要去受洗 哇 她當下非常的感動 那突然之間 她就看到一個冰釘 就拿槍走到耶穌的面前 就在耶穌的肋旁 扎了一下 她說看到那個一下 好像看螢幕一樣就在前面 她突然喊著說不要啊不要 這是我的主耶穌啊 她那時候哭得就更大聲 她非常的感動 後來整個結束之後 一樣她祷告啊久久不能自己 後來傳道又問她 你是不是看到一向 她說是 她又到前面做見證 那時候一邊講見證 底下的人幾乎全都哭了 她說原來主耶穌這麼愛我們 原來主耶穌這麼愛我們 所以這個當下她就不再猶豫了 原來受洗要到流動的湖水 原來這處教會的洗禮是能夠赦罪 她就非常的感動 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們從這一段我們可以看到 她也是要尋求神 也在外教會裡面 但是透過了神的恩典 也透過這個意向裡面 主耶穌親口跟她說 你要去受洗 她從耶穌的意向裡面 得到了證實的這個答案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曾教會裡面 這個很美好的見證 我們曾教會在1926年傳到台灣 這個是去年的資料 應該是98年 我們現在是2024、2025、2026 我們還有兩年就是台灣傳教的百年 那麼想說上次不是已經有百年嗎 那是在大陸傳教時 1917年 所以我們在上次的這個2017 我們已經有特別提到這個 這個政教會設立百年 我們這次是傳教百年在台灣 那其實我們的台中教會 今年 這個 它算是那一年 傳福音我們不是提到有三個教會嗎 你待會下課你去看那個研格 那同一年的10月份就成立台中教會 你們待會可以看 你們知道這個建築物幾年了嗎 如果沒有記錯大概有60年了 我們台中這個建築已經60年了 那時候有一個建築師黃彭某弟兄 我還在的時候他還沒有離世 他離世在前幾年 過去總務問他 這個黃弟兄我們這個會堂 你們那時候蓋你覺得會堂可以這個 那個 維持幾年 他說兩百年 因為他那時候蓋這個台中教會的整個鋼筋 還有那個水泥的強度 是跟蓋那個水南機場是一樣的 因為他那時候建築師兩個都一樣 所以他是建築師 後來在蓋台中的時候蓋得非常的堅固 你們知道我們光是蓋那個電梯花了多少錢嗎 花了六七八百萬 當然有一些還有周邊的 因為他要鑽的時候那個土太硬了 我們弄的鋼筋水泥都太硬了 光是要做一些維修 他們都覺得你們這個教會蓋得太堅固了 後來我就問他 他那時候已經病得很嚴重 我就說我們這個教會可以維持幾年 他說一百年 我是怎麼從兩百變一百 已經60年了 這個教會還是非常的堅固 所以我們想一想 我們再過兩年 我們在台灣傳教就已經百年了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傳教百年 他是一個時代的一個 準備要跨到另外一個世紀的時代 我們對真教會的一個末世的使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感覺 我常用什麼形容 你看我們從疫情期間 我們都知道疫苗非常的重要對不對 當每個人都確診沒有疫苗會死的時候 你覺得疫苗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如果今天講說我們人世間都中了一種毒 這個毒就是人的罪 因為這個罪人都要死 解藥只有在我們的手上的時候 你覺得 你覺得 我們在傳揚福音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今天不傳福音給他 他就死定了 你覺得重不重要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正兵教會 現在是八斗 那在正兵教會的時候有一個孩子 因為他的爸爸很軟弱 媽媽是外教會的 他其實都沒有爸洗禮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那邊遇到 那個日本的311的那個地震 引起很大的海嘯 後來那時候在報導的時候 都說那個海嘯的坡 會衝擊到基隆雨 會造成很大的那個海嘯 我記得那時候很嚴重 我們就躲到那個八斗子 比較高的山那邊 那有一個這個國小六年級的 那個小姐妹還沒有受洗 從小都來教會目到 他那時候就很緊張 一直哭一直哭 他說如果海嘯來了 我們被海嘯衝擊死了怎麼辦 所以到後面當然海嘯沒有那麼大 海嘯幾公分 50公分而已 其實到後面也沒那麼恐怖 後來從那一刻他就一直哭著說 船道我要受洗 我要受洗 如果海嘯真的來我死了 我不能得救怎麼辦 所以我總覺得 今天我們不傳福音給他 他就死定了 這就是我們在牧師裡面 我覺得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辦法確立 真教會是聖經中的獨一真教會 我們今天就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神聖的使命感 如果今天傳老人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 真教會洗禮也可以得救 外教會每一件都可以得救 那他為什麼一定要來到真教會洗禮 不用啊 如果每個教會都可以得救 我不用那麼認真傳福音啊 就是因為我們是聖經中的獨一真教會 所以我們如果有這樣的認知 這樣的使命 你會有非常強烈的感覺 我們謝長老在講那個五大教育的時候 他曾經這麼講 你們認識謝順道長老嗎 不認識的選舉手 有人不認識他 因為是馬來西亞的 OK 那謝順道長老已經九十 應該九十五九十六了吧 我不確定 好 那其實 謝長老曾經講過 他本身是一個崇尚科學 他過去是個老師 他說他一生一直在尋找一個 能夠得救的教會 他說不斷透過聖經的研讀跟查考 他要尋找一個最符合聖經的獨一的真教會 你知道他怎麼來信主的嗎 是他姐姐先來到基督教 他為了怕姐姐 這個錄到一個邪教 他親自來到教會 就是來踢館的 所以他那天第一天聽到 這個懷的心態是不太好的 就是要把這個傳道給博導 可是傳道人都是講聖經 那講聖經 他又不懂聖經怎麼辦 他就開始研讀聖經 我一定要把聖經 在很短的時間把它讀完 我就知道傳道哪裡講錯 我要去反駁傳道人 沒想到他讀到後面 讀到神的愛 他的心就歸向神 後來他祈求聖靈 所以謝長老得聖靈 是有一個很迫切的需求 他說我一定要在這個地方找到答案 既然正教會是獨一得救的教會 不是只有聖經裡面 我自己要親身去體驗到 他就禁食三天 一天三餐 三天又九餐 據說到了第三天的時候 他已經怎麼樣 非常的激受 就在最後的禱告 他的禱告是禱告 得到了聖靈 非常的喜樂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後面他下一個結論 我活到這把年紀 依然還在正義處教會 是因為我再也找不到 與聖經中最符合 獨一正教會的特質 這是一個老長老 在年紀老邁的時候 在人生追求了這麼久 傳福音傳了這麼久 他一個很深的體會 所以這也是我非常肯定的一件事 我來做我個人的見證 我記得我得聖禮是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其實我曾經懷疑過信仰 為什麼 因為始終得不到 那甚至有一次讓我覺得 有很大的疑惑事 我記得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每次禱告都非常的認真 我非常的覺得說 那些行為比我還要不好的人 怎麼這麼快就得到聖禮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在宗智成功教會很大件 我們得聖禮的時候 傳到就會畫圈圈 就會用粉筆 我們都是地毯 跪地毯 我們不是跪跪墊 是跪地毯 然後他會畫圈圈 就得聖禮 我就是始終前面沒有圈圈 那有一次 我開始懷疑的時候是 那一個同學跟我非常的好 那他那時候我很認真禱告 傳他就一直問我說 你自己有沒有體驗沒有什麼感受 我說都沒有 你再迫切努力 我那個同學既然怎麼跟我講 你知道嗎 那個傳他怎麼問你 那傳他就說啊 你自己有沒有感受體驗 看你這麼認真禱告啊 我就說沒有啊 哎呀你就跟傳他講有就對了啦 後面就會有了 哇 這個事情對我的衝擊非常的大 我就開始懷疑了 原來你們都是裝出來的 什麼說有就有 所以我現在有判斷那個得聖禮 我非常的謹慎 除了我自己聽有之外 我就會問他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傳道我沒體會 沒有關係 你再就去禱告 甚至要找兩三個傳道來驗證 為什麼 我曾經覺得我過去就是因為這樣 開始懷疑 因為我沒有啊 同學跟我講說 我們也是這樣啊 你後來說有 後面就有了 我說什麼叫做先說有 後面就有了 我開始懷疑耶 那後來有一次我非常迫切 就非常想要得到聖禮 我記得那一年 我在成功教會靈恩會的時候 我就聽到了一個見證 比我小兩歲的一個學弟 那時候我們在成功教會靈恩會 那個成功教會早期人數真的很多 我記得那時候跟中智成功合併靈恩會 不知道那年為什麼會結合 大概將近有一千位 那個禱告的聲音 真的你自己禱告聽不到聲音 禱告結束你就撒啞了 常常小時候有這個經驗 我們說看見他跳 這個唱靈歌跳靈舞的 還有跪下禱告會一直繞的 那時候真的有很多這樣的 看到很多的神蹟 這個洗禮看到寶雪的都有 那時候甚至得聖禮有時候是一整排的 我記得有一次七個人 一整排七個人得聖禮 所以早期真的聖禮的工作非常的活潑 那時候我那個學弟就跪在我的後面 應該是這個位置 如果沒有得到聖禮的不用刻意跪 後來呢 禱告結束的時候他遲遲沒有辦法停止 後來他就一直哭 傳道跟他講阿門 結束禱告阿門 後來他就跟傳道講他看到異象 後來傳道聽一聽覺得不錯 後來在禱恩會中間的休息 就特別跟 就跟他講說 你待會願意為主耶穌做見證嗎 他說可以 他就到前面做見證 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他說他到前面禱告的時候很奇妙 禱告了一段時間 他眼睛是閉著 他卻看見大家在禱告 也看到他自己在禱告 很特別喔 他眼睛閉起來 他看到自己禱告 也看到前面的人在禱告 就是異象裡面看到 他就看到有天使拿著大的印章 他就在禱告的前面 一直在飛來飛去 在看很多人在禱告 那認真禱告的 他就到那個地方注意聽 後來怎麼樣 拿著印章在他的額頭裡面蓋印章 那蓋印章有受印記的人就得到聖靈 好幾個都得到聖靈 他就非常緊張 怎麼天使還沒來 主耶穌求你給我聖靈 我要得到聖靈 最後 傳到在準備敲鐘之前 那天使就給他蓋印章 他就受聖靈 後來他到前面做這個見證 哇 對我的衝擊非常的大 從過去很失落的 很疑惑的 很懷疑的 那就點燃了我的信心 所以我在參加那個國二班的宣靈會的時候 我就抱著了信心 我這次如果求不到 我一定 就一直禱告不起來 一定要求到聖靈 沒有想到在倒數第二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在禱告室裡面得到聖靈 所以這是我每次閉起眼睛 我想到這一段 真的眼淚會流下來 因為那時我非常迫切 甚至過去一直帶著懷疑 疑惑 就在那一刻裡面 我找到了這個答案 這個當中的體驗 當然每個人禱告體驗不一樣 我感受到有一股軟瘤 從我的頭頂交換下來 這個軟瘤很深刻的感受到 黃黃的降下來 這個軟瘤到我的心臟的時候 哇 好像有一股泉源從裡面冒了出來 不斷的湧上心頭 所以那個喜樂真的講不出來 後來我的整個舌頭開始掉動 哇 眼淚就開始流下來 原來主耶穌這麼愛我 原來天國真的是存在的 原來神真的是存在的 我想一想 我的手怎麼沒有動 一想手就開始震動 眼淚又開始飆淚 哇 那時候久久不能自己 哇 非常的感動 我說原來神這麼愛我 所以那天晚上 我就到寝室 根本睡不著 我就在棉被裡面小聲祷告 後來哇 聲動得很大聲 祷告很大聲 後來我的輔導員看到我怎麼 有棉被一坨的一直動來動去 後來就把我叫醒 他說哇 你那麼喜歡禱告 你就早上早一點禱告 我半夜真的睡不著 我怕那個聖靈跑掉 我又跑到廁所 喔 禱告的真的非常的認真 雖然廁所很臭 都覺得很香 隔天一大早早禱會 沒有得到聖靈的衝第一個 哇 很擔心聖靈會跑掉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到現在啊 我每當遇到人生很多的衝擊 甚至看到很多教會的軟弱 一想到得聖靈的那種經驗的時候 哇 這些疑惑就完全排除了 啊 就想到神真的是存在的 天果真的是存在 我恨不得跟主耶穌講 如果主耶穌可以直接把我帶走 哇 我這個世界上也不想留戀啦 以後怎麼樣都不管 我就是要得救 對得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的父親也是一樣 我的父親過去也是外教會的 他後來啊 也因為求聖靈這個事情 他也非常的這個好奇 於是他就經過我們的教會 收到了兩張傳單 過去他曾經問這個牧師 牧師跟他講說 我們信主就有啦 可是聖靈說要求聖靈啊 我怎麼都沒有體驗 他總覺得跟神之間 有一個緩解扣不上去 後來他拿到這個傳單之後 看到裡面得聖靈 看到神奇奇事 他隔一天喔 哇 他就下定決心我要到聖醫書教會 沒想到後來他得了聖靈 哇非常的激動 就帶領我們全家 一起來到聖醫書教會來 其實我來報考神學院 是第二次徵召 我父親後來跟我講 這個人生當中真的很短暫 只有做聖工是最有價值 那最後一天 前一天晚上 去教會拿報名表放在我的桌上 我就是這樣來報名的 這個當中還有很多很奇妙的恩典 我們沒有時間講 我記得剛開始聽到神童在這個詩歌 哇聽得很感動 其實我在底下我會流下眼淚 那當中有一段我覺得 他提到的說 永生神的教會有真理的根基 永生神的教會有恩典和福氣 我們同在這裡讓聖靈來建立 祂必使我們同心合意 成為真神同在之地 愛在這裡 和平在這裡 光明在這裡 生命在這裡 神所命定的福都在這裡 在耶穌基督裡 所以當我們能夠真實感受到一切的福氣 一切的救恩只有這一處教會有 你會非常珍惜把握你每一次來教會的時光 你會想到那些還沒有接受救恩的家人 這些你最好的朋友 還在這個救恩的門外的時候 你會感到非常的 我是不是應該傳福音給他 所以我就覺得有機會 我們就說 要不要信主 會不會信主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神會親自來帶領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人犯罪之後 人跟神之間好像一座橋 這個橋斷掉了 是透過耶穌的救恩 恢復了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一個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跟神祷告 恢復關係 我們來看神整個救贖的歷史的進程 這個圖有看過嗎 有看過的捲群手 有上過課的應該有看過 手放下 這是過去我們在神學院上課的課堂 我們一個科傳到特別分享的 這張圖裡面也排除了我很多的疑惑 談神觀 談各方面 我覺得這個圖可以詮釋很多 那上面這個線是無止境的線 沒有開始沒有結束 是永恆的 我們的神就在這條線上 祂是永遠的現在 可以在過去現在也在未來 所以我們是照著這個歷史的時間走 來做一個每天生活的安排 那從神創造天地 開始在永恆裡面有了這麼一點 那有開始有時間 天地有空間 那末日是神最後要結束這個天地 好像正經提到說神鋪張大地 像我們今天要睡覺 鋪草席鋪下去 後面呢 早上起來把它捲起來 所以神鋪張大地造這個萬物 但是有一天怎麼樣 祂好像這個要把它捲起來 就結束了 我們看到從創造點到這個末世點 把它連起來 那就是一個框框 就是這本聖經 所以這本聖經在意緣什麼 人類歷史的演進 再告訴我們神的救贖的計畫 要怎麼安排 所以在整個歷史的時間軸裡面 提到了有舊約有新約 當中有兩約之間 那接著到了一百年之後 主獲得一百年 教會俗化 一直到末後 神又興起末後的正義出教會 來完成最後的工作 最後的使命 所以我們一般在講 有三個時間軸 末世 末時跟末日 我跟大家來分享 所謂的末世就是從神 主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降身 復活升天 就進到末世了 我過去的概念 一直以為正教會的出現 才是末世 白馬的出現是末世 其實按照聖經裡面提到 主耶穌的降身顯現 復活升天 救恩的完成 就進到末世了 所謂的末世是指著 末世裡面 最要快要結束 主在來臨的那個最後的時代 叫做末世 那這個當中有提到了末日跟末期 這個末日是主在來的那個日子 聖經特別提到 就是神審判的末日 還有我們復活的那一天 也叫做末日 末期就是在末日裡面的最後一刻 叫做末期 所以這麼來講 我們知道我們正教會 已經處於末世裡面最後的末時 已經在等最後的末日 進到最後的末期 所以這麼來講 在整個歷史的時空 整個救恩的進程裡面 我們已經走到了人類 在神救贖的計畫裡面的 最後一個階段 還有多長 不知道 有沒有一點壓迫感 對不對 你看讀舊約新約都過去了 一代代的過去 我們到這個時代裡面 再沒有興起另外一個屬神的教會 在這個末後裡面來完成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是在整個末時裡面的最後一棒 那這個棒是神卻把這麼重要的福音工作 交在你的手上跟我的手上 所以有時候想到這邊 你會覺得這個使命特別來 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會有選擇 能夠多參加神訓班 結束之後呢 進到神學院去 好不好 我們就可以做更多美好的聖功 好 聖經裡面總共有1817個議員 目前應驗的已經有96.2% 完全應驗 包含了列國的議員 以色列的議員 跟基督的議員 所以末後剩下3.8左右正在應驗 包含了對牧師的議員 這個牧師的議員在啟示錄 還有撒加利亞書 跟那個這個大利里書的後面 其實後面談的都是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好 那今天我們跟使徒的教會的連結 是怎麼連的 那在使徒行傳裡面有這麼一段經文 使徒行傳的第一章的第八節 我們一起來讀一杯念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人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做我的見證 那這個是整個使徒行傳 非常核心的一段經文 非常奇妙 聖經的經文 真的就照著使徒時代的脈絡 一項一項來發展 福音從耶路撒人 得了聖靈之後建立教會 然後因為受到逼迫 來到撒馬利亞跟猶太全地 後面就是直到地極 那這個經文跟我們真教會 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個經文到現在 還在應驗之中 所以使徒時代的教會 接著就是幕後的真教會 來興起這個棒次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就是我們的工作 就是從那個點到線到面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的整個脈絡 那有人在講使徒行傳 大概就是有兩個人物的組成 又叫做聖靈行傳 前面一到第十二章 叫彼得行傳 後面叫做保羅行傳 那這個當中穿插的 斯蒂凡跟菲利的事蹟 尤其是提到的斯蒂凡這個講道 後來遇難為主殉道 大概從六到第八章 那當中有個伏筆叫做扫羅 斯蒂凡死的時候 他還在旁邊 這個他看著他受害 所以我想這個扫羅後面叫做保羅 這個也是神救恩的伏筆 你會發現神在做任何的工作 都有他的鋪陳都有他的計畫 那其實扫羅後面變成保羅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後面的整個 使徒行傳的十三章 一直到二十八章 都在記錄保羅的宣道的工作 包含了三次的旅行步道 還有他最後的遇難 以及這個即將為主殉道的過程 我們看到這個脈絡 你看到了第二章 聖靈降下三千個受洗 史蒂凡受到這個逼迫 遇難整個第八章 教會就釋散 原本他們是想做過著一個什麼 團聚的生活 對不對 房屋公用多好 可是終究聖經的意願 福音要從耶路撒冷 有大全地撒瑪利亞 直到弟弟做我的見證 所以當時他們講 房屋公用很好啊 團聚生活很好啊 但是神追蹤怎麼樣 要讓他們傳到地基 透過什麼 透過史蒂凡遇難 看起來是魔鬼的工作 卻是聖靈在當中 更能夠把福音傳到更遠的地方 那到了第十章 哥尼流信主 第一個外邦信主的 這就是一開始彼得的工作 打開猶太信主之門 打開外邦的信主之門 那接下來就是有保羅的工作 所以我們看到在彼得的工作 前面是耶路撒冷 那到了史蒂凡受害 到了猶太全地撒瑪利亞 一直到保羅 就是來承接直到地基的工作 所以你看保羅的出現在 第九章是留下一個伏筆 我記得在神訓班 一直提醒同學們 保羅信主 有兩句很重要的一段話 第一句 主啊你是誰 對不對 突然天上有聲音跟他講說 扫羅扫羅 你為什麼逼迫我 他非常的深刻知道 天上這個聲音 絕對是這個主的聲音 他也為了這個主 大發熱心來逼迫基督徒 但這個主跟他講說 你逼迫了我 他突然不知道這個主是誰 主啊你是誰 後來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所以可見逼迫基督徒的就是逼迫耶穌 對不對 他雖然是逼迫基督徒 但是卻逼迫了耶穌 所以可見我們被逼迫就是逼迫耶穌 所以主耶穌站在我們同一陣線的 後來保羅第二句話 主啊我當做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段提醒 所以當我們今天已經認識主之後 我們不再問說主啊你是誰 主啊你是誰 我們已經信到這個階段了 我們已經到大學的階段 準備要大事要畢業了 如果還在問主啊你是誰 你的信仰一直在原地踏步 而是說主啊我當做什麼 這是我們啊 在幕後一個很重要的使命感 所以你看整個教會裡面 有幾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基建起 等候在耶路撒冷應許的聖靈 後來呢遇到了逼迫 他們就釋善 潛生起來到這個地底宣道 後來一直到保羅怎麼樣傳到地底 可是終究保羅他真的有把福音傳到地底嗎 其實沒有 如果注意看整個使徒行傳的脈絡 我們沒有時間翻經文 我們看了使徒行傳 120個人在一間樓房等待了什麼 應許聖靈的降下 哇聖靈降下三千個受洗 可是一直到使徒行傳的幕後 這個光景好像變得非常的淒涼 剩下一個保羅在一間租屋 他被軟禁 雖然可以接待人可以傳福音 但是他卻被這個行動的一個限制 卻在一個租屋上 後來怎麼樣等待著幕後 有神興起的 王與聖靈所設立的教會 所以可見我們看到在整個保羅的後期 人已經厭煩純正的道理 而且焉耳不聽正道 那接著這個猶太福音的門已經關閉了 等待著說什麼呢 幕後真耶穌教會這個門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 我覺得這段經文對我們真教會的意願 我們才知道說我們都活在神的意願 但我知道這樣的道理 對我來講衝擊很大 你看在保羅在最後裡面 他在跟這些人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段經文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的二十八章 使徒行傳的結束 是一個沒有結束的結束 因為他要接著正義書教會的歷史來發展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的二十八章 來看二十三節 他們和保羅約定的日子 就有許多人來到他的預祝來 保羅從早到晚對他們講論 這是證明神國的道 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書 以耶穌的事勸勉他們 他所說的話有信的有不信的 他們彼此不和就散了 為善以先保羅說了一句話說 聖靈藉著先知以撒亞 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 他說你們去告訴這百姓說 你們聽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要看見卻不曉得 因為百姓有猛的心耳朵發呈 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彙裝過來 我就抑制他們 所以你們當知道神這救恩 如今傳給外邦人他們 也必聽受 所以他這邊做了一個 意願性的宣告 兩件事 第一個 猶太人的福音的門關閉了 因為他們耳朵發呈 眼睛怎麼樣 閉著看不見 所以猶太的宣告門關閉 後來什麼門開啟 來看二十八節 這救恩如今傳給外邦他們 也必聽受 這就是我們真教會的意願 所以我們這一處教會 就是外邦人為主體的 借著神的救恩來成立的教會 所以在這一段的經文就是 預表意願了幕後的真教會 就是我們 你不覺得讀到這一段 哇原來我們都活在神的意願嗎 從一百二十個一間租屋處等待聖靈降臨 到後面很孤單的一個保隆 一個人在一間租屋處 他等待了什麼呢 他等待了幕後真教會的出現 來完成傳道地極的使命 所以我們就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我記得 在我們的十大信條裡面的教會論 特別提到 本會之間的完以聖靈所設立的 為復興使徒教會的真教會 所以我們今天是復興使徒的真教會 我們到聖靈的降臨有兩個時期 那為什麼講兩個時期 我們通常都是用這個約爾書裡面的議員 那約爾書的第二章裡面議員什麼呢 議員的秋雨、早雨跟晚雨這個春雨 那後面提到了聖靈的降臨 那其實過去我們如果沒有保羅的見證 我們也不知道 約爾書所說的就是應許的聖靈 但是非常的奇妙 我們待會後面會提到 我們來看以當時來講 它是用兩波明顯的降雨 來預表聖靈的降臨 那其實到五到九月份是他們的旱季 雨季在兩個時段比較明顯 所以在這個十月到十一月他們叫做早雨 叫做秋雨 那他們開始來做這個禮田甚至來播種 那第二波的就是到了這個春季 三、四月下的雨季叫做春雨又叫做晚雨 那當時先知用這個部分來預表了應許的聖靈 後面的收割 好 我們來看這個對應 我們沒有時間翻得清 昨天我特別用這個 五旬節應許聖靈的降臨 那一開始在整個背景裡面 就是到了使徒巡論的第二章一到第三節 當時五旬節門徒聚集在一處忽然天上有聲音 好像一陣大風充滿了他們住的屋子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落在他們個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藉著聖靈所致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如果從約爾書裡面的議員 特別提到了神的靈要浇灌凡有血氣的 當那時候求告神的名必然得救 大概這個議員 那沒有想到我們看到了這個對應的部分 第一波雨在哪裡下 在使徒的教會下 我們看到在得聖靈之後 當時的彼得就站起來 引用了第一段話 講起了第一場的步道 就在使徒巡轉的二章十六到十七節 他說什麼呢 這正是先知悅兒所說的 他說神說 在末後我要將我的連教官凡有血氣的 你的兒女要收獄 你的少女要見一向 男女要做一夢 又說 到那時候反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所以可見 在約爾先祖所議員的這一段經文 是什麼 是有關於應許聖靈的降臨 所以我們就看見了 秋與聖靈在第一波雨 在哪裡降下 在使徒的教會 由早與秋與聖靈 可見又是什麼 晚與春雨的聖靈 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雙重的應驗 雙重的應驗 你不覺得非常的奇妙嗎 我們是在按手禱告 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感受 你們可能很難體會 有一點當傳道你就知道了 按手的當下得聖靈 衝擊很大 你會覺得哇神真的在這裡 有一次有一個醫生 我在大同教會的時候 那個目道者是他的護士 他其實很需要神 也遇到很多人生的難題 後來他就一直很驚 因為他到處去拜拜 一直沒有平安 後來有一次他就來 我記得來兩次 第一次他不到前面跪下 是坐在底下 他也不禱告也一直看著 第二次我們就鼓勵他到前面禱告 後來在禱告當下他非常的迫切 我就替他按手 他就很迫切一直驚 我注意聽他的禱告 哈利阿正門主耶穌已經有點念不清楚 我說這個不對啊 他就念不清楚哈利阿正門主耶穌 我就替他按手 我在他旁邊跟他講說 我就說主耶穌特別愛你 他要把聖靈賜給你 你要接受他對你的愛 我說你要放鬆 舌頭如果跳動你就順著他 主耶穌很愛你要把聖靈給你 你到底在按手的當下發生什麼事 知道嗎 他把你的舌頭想 就是要跳可是他一直赤子 在按手的當下你可以體會到 那個聖靈降下的體驗 很深刻 在按手的時候 哇他整個力量就很充滿 哇眼淚就開始飆下來了 然後聖靈就開始大大震動 我們當傳道的真的是見證 當下真的當然我們自己也體驗聖靈 可是在當下聖靈直接降下那個體驗 感受很深刻 真的感受很深刻 神真的在這裡 哇他那時候真的很激動 後來他後來就說 哇真的有神 真的有神 這就是我們一個很深的體驗 所以我們看喔 為什麼我們知道 我愛與聖靈的降下 就是我們可以對應到 前面有第一波雨的降下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降下聖靈 應許的聖靈有兩個階段 秋雨 早雨跟晚雨 就是我們末後的正義書教會 用這個時空圖來看 我們看從這個祖前的七到八百年 也有現在的議員 之後應許聖靈的降下 到了末後 我們看見降臨在正義書教會 你看這個應許的聖靈 距離我們現在 如果從約爾先知 已經將近三千年左右 你不覺得很神奇嗎 三千年左右 神藉著約爾先知所預言的聖靈 既然降臨在你的身上 你覺得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嗎 我們小時候得聖靈 我們都覺得說 旁邊那個得聖靈主啊 我也要 我也要 就這樣而已啊 可是你不了解得聖靈背後 是經過了幾千多年議員 議員在十度教會 也應驗在我們末後的真教會 而且現在還在你的身上 你不覺得這個衝擊很大嗎 衝擊很大嗎 這件事情我們 豈不要永遠地來感謝神的恩典 感謝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有聖靈的同在 真理還有神經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三筒序 我們今天提到說 我們要復興使徒的教會 到底要復興什麼 就是三筒序 第一個道筒 靈筒 跟一體筒 好 我們來看這個圖 我們聽到說 整個使徒的教會 它的曲線是這樣下來的 對不對 雖然在一間樓房 後來一百二十個之後聖靈降臨 三千個壽興 可是整個使徒的教會的脈絡 是這樣曲線下來的 到了第五章 雅蘭尼亞夫婦七弘聖靈 到了第六章 彼此發怨言對不對 顯示這教會分裂 到了第七章 史蒂凡受害 到了第八章 教會分散 到了後期一端 進到教會來 到了最後 我們看見保羅怎麼樣 在一間樓房 你知道保羅在晚年喔 來看到這一段 你真的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淒涼的畫面喔 我們來看 提摩泰後數的第四章 保羅最後人生 他所學的一段經文 我們也看見了 當時信仰的光景 我們來看 提摩泰後數的第四章 我們來看第二節 來看到第四節 第二節物要傳到 無論得死不得死 總要專心 並要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 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因為時候要到 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 耳朵發揚 就學同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學師父 焉耳不聽 真道偏向荒滅的原理 保羅當時的世代 福音已經傳不進去了 很多人怎麼樣 耳朵發呈了 甚至在這個時刻裡面 他的好童工離開他 第十節 因為迪馬湯而先前之間 就離棄了我 我們再看到第十六節 我出之申訴 沒有人千年幫助 竟都離棄我 這是保羅最後的 很淒涼對不對 一個神的工人 當到後面 怎麼樣 福音傳不出去 工人一個一個跑掉 最需要的時候 沒有人千年幫助他 盡頭離棄他 那又怎麼樣 我們看見他的力量 從哪裡來 我們來看到 第十七節 為了主站在我旁邊 加給我力量 使福音禁被我喘民 將外邦人都聽見 我也從獅子口裡面 被救出來 主必救我脫離主辦的凶惡 也必救我進入他的天國 所以因為這樣的信心 因為主的同在 我們看見後面 他唱起得勝的 凱歌第七節 美好的仗 我打過手心的大我所住 當跑的人我跑進了 有公益的冠冕為我存留 所以保羅人生到最後面 沒有因為這樣 怎麼樣去清看他傳道的職份 保羅在想 人生最差最差是怎麼樣 殉道為主而死 哎呦好可憐 可是死了之後呢 有公益的冠冕 能夠將來進到神的天國 所以基督徒最差的結果是怎麼樣 進天國 有比這個更差的嗎 基督徒最差的是什麼 進天國 有比這個更差的嗎 沒有啊 所以你人生在遇到 怎麼樣的衝擊 怎麼樣的困難 你覺得有比死更可怕嗎 死後可怕 死了之後呢 進天國 可怕的是什麼 你對得救沒有把握 所以你要在人生每個階段 都要有得救的把握 好 我們來看整個教會 到了使徒的教會 這個脈絡是怎麼樣 不斷的往下 這個曲線不斷的往下 而且教會是每況愈下 後面異端出現了 後面怎麼樣就俗話了 使徒時代就結束了 那我們提到說 正義書教會 要復興使徒的教會 不是復興那個曲線 而是復興什麼 復興三筒序 我們有道筒 我們有靈筒 我們有一體筒 這個道筒就是 道理是一直的延伸 所以什麼叫做真理 復制貼上就是真理 我們今天幕後的正義書教會 所以我們絕對要回到聖經裡面 抱歉 還有講得這麼激動 原來已經跳開了 這個圖講完 我們去下課好不好 還是沒有接 OK OK 有了 好 好 幕後的真教會裡面 我們到這個道筒一直延伸到現在 我們就是復制貼上 聖經怎麼講 我們就怎麼信 如果你用人為的方式 很多的教育 你是信不下去的 很多的神經 你是信不下去的 道筒是一樣的 復制貼上 經過人的編輯就不是了 什麼叫做異端 我們 正教會常常 你現在搜尋 可能比較少了 我們過去搜尋了 一看 正教會是異端 很多的目道者 傳道 你們怎麼會是異端 我們異在哪裡 我們不信三位一體神官 被列為異端 可是聖經裡面有三位一體 沒有 聖經對於神官是神是獨一的 就這樣而已 我們就這樣接受就可以了 所以什麼是異端 跟聖經不一樣 所以哪個教派跟聖經不一樣 三位一體 聖經沒有寫 他們說是三位一體 那到底誰是異端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反駁 好 那靈統 我們的聖禮是一樣的 因為第一波語在使徒教會 第二波語在末後的正教會 我們是一體的 所以我們是末後的唯一正教會 也包含了使徒教會 在整個蜀天裡面 我們都是與聖徒同國 是沒有時間的限制的 在屬靈方面 好 我們看正教會裡面 我們就是復興這個 道統 靈統跟一體統 所以按照聖經的意願 莫正教會 必然興旺 你會想說 傳道有興旺嗎 現在的信徒流失率很高 我後面的解讀是 賣子 賣子越來越完全 敗子越來越敗壞 神經不是提到嗎 在這個田地裡面有敗子 為什麼我們每到十年二十年 就會有一些人會離開教會 甚至有些傳道人 帶領很多的信徒離開 敗子 那些離開的也凸顯它是敗子 所以我們今天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人怎麼變 教會不會變 真理不會變 你們將來不管遇到了什麼事情 我們一定要堅信 幕後正教會的興旺 賣子會透過很多的事件 我們會趨向更完全 敗子會不斷地顯露出來 所以幕後的正教會的興旺 是神的允許神的工作 興旺的不是他的量 而是他的值 因為得救的絕對是少數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要先站穩自己信仰的基礎 然後我們要了解 在整個福音的工作裡面 我們是最後一棒 這個棒已經交在我們的手中 我自己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最近的傳道的退休真的很多 我們這十年要退的大概有六十個 我們現在的傳道人 只有一百一十多個 一百一十多個 所以我們如果都不補 我們十年後剩六十個傳道人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的這些 我們要收割的莊稼 我總覺得每次在講課當中 就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棒是遲早要交給你們 像我們的前輩 邱長老 那時候他也很年輕 二十幾年前也是我們的老師 你看我們現在如今站在這個地方 那將來我們也會一樣 就坐在底下 你們以後會站在台前 要繼續把我們的福音真理 要傳扬下去 所以求主能夠來幫助 也來帶領我們 對於正教會幕後的使命 我們透過這樣的真理的認知 更能夠來強化 我們對正教會獨立性的一個確定 我們一起來同心末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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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